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美国决定拾出制裁的措施 先是冻结了所有北朝鲜在美国这些高层人士 相关人士的经济上的任何制裁 同时也中断了两边之间的往来 所以等于就是说才新年刚开始 就送给了金正恩大将军一个最大的贺礼 要祝他Happy New Year 但是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北朝鲜看到这样的制裁不会发作吗 赶快介绍来宾来关心一下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王瑞德 熊伟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胡孝成 大家好 国际情侦专家赖岳谦 熊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路史学者邱建英 大家好 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熊伟好 大家好 好 这年头要动武要动手的绝对没有好事 所以欧巴马总统要说 那我动你的钱总可以了吧 来看这个新闻 北朝鲜与美国因为索尼的一部电影名嘴出任务 关系变得格外紧张 因为该片剧情涉及暗杀北朝鲜领导人 引发北朝鲜不满 而索尼网站随后又遭骇客入侵 美国认为北朝鲜是幕后黑手 虽然北朝鲜否认 但美国总统欧巴马还是签署新一轮制裁 将冻结北朝鲜国营事业 和部分个人在美国的资产 北朝鲜强调 美国此剧只会让北朝鲜坚持捍卫国家的先军政策 好新年就让我们这样子 送人家这么大的贺礼 断他的财路 这样不怕金正恩大将军不开心吗 后续的回应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发展 当然要请教赖教授 而且北朝鲜不是一直被制裁很久了吗 这就是加码就对了 对加码 而且大年 这个2015年一开始就不是好年了 就先收到这样子的礼物 这会不气吗 因为人家金正恩就在大年初一的元旦文告里面 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跟南韩的总统朴景慧 跟普京慧说我们没有理由不见面 这是一个透露出和平的曙光 对丢出一个和平的橄榄枝 因为平常是南韩这边就竟然是他开口 他说我们没有理由不见面 所以我们要竭尽所有的力量 想办法来促成我们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所以听起来这样子已经释出善意了 应该是好的事情 是的 但是他有个附带条件 什么条件 这个附带条件就是说那你韩国跟美国 就先不要军事演习了 要暂停军事演习 本来有来有往嘛 对啊 这是1月1号大年初一 2号的时候奥巴马就一个签署出来了 这么不给面子啊 对 就是说你有对我们的Sony 在加州的这个Sony 你有实施骇客 所以我要对你实施第二波的经济制裁 第一波的经济制裁是透过联合管理会 那是在国际组织里面 好 第二波的经济制裁就是美国了 所以很多国家都说 那你要拿出证据来吗 连美国 连美国自己的媒体就是说 奥巴马拿出证据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先前虽然他把矛头指向是 北朝鲜的骇客 可是后来很多报道都怀疑说 不一定是他们 对 因为朝鲜说 我欢迎他们害Sony 但是不是我干的 哎呦 那这就要有证据 奥巴马说就是你干的 然后就马上就签了 这么快就签了 但是人家就说你说又是他干的 那你必须要拿出证据啊 可是还是没有证据 还是没有拿出来 他说这是一个 我们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秘密档案 所以不能公布 可是问题就来了 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 恶名照章嘛 制造假情报很有名嘛 最有名的就是2003年的假情报嘛 好 那现在大家要 他拿出情报了 他还是不愿意拿出来 不拿出来没关系 奥巴马再要签 再要签署了以后 就代表是挺自己的情报单位啦 就认定就是北朝鲜做的 就认定他了 认定他了以后 他现在做了动作这个有趣哦 三个都是跟军事有关的 第一个对于朝鲜的侦查总局 就等于是有点像情报局 我们都知道你海外的情报人员 必须要活动经费 而那活动经费不可能用朝鲜币嘛 你必须要用外汇 对不对 好 对你 没说你冻结你的财产 哎哟 断你情报的路啊 对 而且呢 你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 那意思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金融机构里面 透过这种侦查总局里面 去购买满足朝鲜高阶的军事领导人 政治领导人 生活必需品的东西 也不行啊 那就断了嘛 好 第二个呢 对他的军火公司 就是朝鲜矿业贸易公司也断了 第三个就是对他的国防研究机构 叫做朝鲜弹军贸易公司也都断了 这三个机构全部给你断了 好 再来呢 对十个人 十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伊朗人 为什么呢 那两个伊朗人是伊朗派在朝鲜 专门向朝鲜采购军火的 另外一个就是朝鲜它本身派在叙利亚 派在俄国 中国大陆等这些的军购人员 派在那边的对这四个人呢 他的财产冻结 然后他的外汇冻结 而且不准他用美国的金融机构 那意思也就是什么呢 意思也就是说你朝鲜的军事领导人 政治领导人 要向国外买奢侈品 也不行就对 买名牌包的路 我都全部给你断掉 好 那最重要就是 那北朝鲜收到这样的贺礼怎么办 金正恩大将军怎么办呢 对 因为奥巴马一讲了以后 他先要求韩国的总统 普警惠 那你对我的这个片面的制裁 你要表示一件 不然要不要谈嘛 对不对 对 朴警惠的意思就是说 那我支持你制裁 接着呢 那就接着第二个问题考验 那你朴警惠跟这个金正恩 两个怎么办呢 朴警惠说 那我们的高层先不要会谈 我们叫局长 先从下面的开始这样 或是部长级的会谈 然后呢 但是呢 你不能裤带条件 所以我跟美国的军事演习 还是要做 那晚啦 原因很简单 各有盘算 为什么呢 因为朝鲜他希望 就是北韩 他希望如果你能够 韩国跟美国不搞军事演习的话 那美国就不会信任韩国 他们的同盟关系就破坏了 但是如果对美国来讲的话 东亚的局势 朝鲜半岛如果不紧张的话 美国的军队就没有理由 要继续驻守在韩国 因为如果两韩的 他们的和平条约一签订以后 就像金大众一样 美国当时的军队就被赶出 要被赶出去 所以都有盘算 所以搞了半天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考量 所以每一步都是有这个心机 跟算计在里面的 但我们讲说毕竟呢 现在要等北朝鲜的回应会怎么样 还不知道 但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2015年新年新气象 所以北朝鲜的金正恩大将军 就在他的外观上 先动了一点手脚 而且动完之后呢 是要用他更俊俏的外表 带给这个北朝鲜的人民 新的希望吗 对没有错 这个金正恩大将军 果真不是凡人 为什么 新的一年 立刻用他新的面貌 跟全世界见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注意看 那边是最早的两年前的 对不对 两年前的照片 他的美貌 我这边这个 这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是进化史 这个去年的 去年元旦的时候 他的眉毛奇怪 怎么好像稍微短了一点 对不对 真的耶 真的比较短了嘛 对 没有错 原本是这样嘛 这是新的造型 这是今年的造型 更短了 感觉上好像更短了 这个眉毛啊 对眉毛好像更短了 对不对 这种现象通常是在女性 比较会发现 女性为了要画眉毛 所以把眉毛都会把它拔掉 会把它剃掉等等 那男性的话比较少 那为什么金正恩大将军 会这个样子呢 当然他的发型还是非常独特 头发可是也有稍微一点 也修了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事实上呢 他眉毛弄短了以后呢 那配他这样的发型 对不对 他其实在塑造一种威延感 你们有发现 眉毛变短了以后 他看起来比较凶吗 感觉上没有 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鬼的样子 看起来两年前 比较和蔼可亲嘛 对不对 经过这两年来 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火刑跟犬刑 有没有 真的啊 然后呢 到了这个时候来呢 他就必须要让大家看起来 觉得他很非常的威武 你是认真的看得出来 我是开玩笑 我还真的看不太出来 因为很多的媒体 包括香港很多的媒体 都直接开玩笑笑 他说是 根本就是啊 这个等于说啊 折扮的对扮的这个破折号 这还蛮特别的 没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那个电脑键盘 他打那个破折号出来 就小小一点 对不对 就像这个眉毛一样 就变这个样子 事实上呢 其实他这个就是 他的领导统预的一种 策略跟一种手段 改变外貌也是就对 让人家觉得 你不管在哪里 他知道你没有发现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出个招吗 每隔一段时间 怎么飞弹就试射吗 每隔一段时间 突然间跟你韩国 怎么样了以后呢 突然就又跟你好了 对不对 这就是金正恩 他让人家捉摸不定的一个 恐怖平衡的一种 领导统预方式 还有这样子 那他除了他自己外貌 动手脚之外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 他已经掌握了大权 三年多了 那爸爸死了以后呢 事实上以他这么年轻 那么要掌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还要让人家等于说 要能够服从他不敢造反 那他就用恐怖平衡的方式 就杀嘛 很简单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日本的媒体报道 在两年以前 当时在平衡的一个水上乐园 北韩其实本身 也有什么很多乐园嘛 跟我们台北市最近开的 那个儿童乐园很像 他们有这样的乐园 那也包括水上乐园 那水上乐园开幕的时候呢 有一个跳水 大型的那个跳水平台 跳水池嘛 就带领了文文五百官一起去呢 金正恩为了建立自己本身的一个威望 当场下令 有三位 等于说他们国家北韩的高干 必须要从十公尺的高台跳下去 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 年纪最轻的叫做崔龙海 崔龙海后来执掌大权对不对 崔龙海他64岁 然后另外呢 第二年纪轻的是这个国防部的副委员 叫吴克烈83岁 83岁 第一名85岁金鸡男 他85岁 他叫他们三个加起来 十公尺跳下去 叫他跳下去啊 对 什么意思呢 你会觉得那种柯林 你一直在多跳下去要他们的命吗 有必要玩 我跳下去可能当场就要命了 这个表示对领袖的忠诚度 所以三个就扑通就跳了 跳了以后呢 据日本的媒体报道 吴克烈先生83岁的老人家 一跳下去以后大腿骨折 这个就送医了 但是这个是日本媒体的报道了 那除了水上的之外呢 另外还有年底的时候呢 当年年底两年前 那么年底的时候 他们一个北韩亚一个滑雪场落成 又要他们 那郡大将军又要稳稳百官去了 滚下去啊 这是比较有人性 这怎么了 就是请77岁 77岁一个老干部老将军 对不对 为所有的干部示范滑雪 就从很高的地方这样滑雪下去 这还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对 77岁对吧 你示范了以后 滚了以后呢 立刻又全身骨折 又骨折啊 全身骨折 这次又大事大条 为什么 北韩没有办法治好 直接送到中国去开刀啦 哎呦 那这些都是日本媒体的报道 不过事实上呢 我们从他的眉毛的改变 法刑的改变 包括自己本身说领导统一的改变 跟我们听到很多的什么犬行用很放一个篮子里面放一百条狗进去杀人 对不对啊 这些其实都是金正恩为了建立自己威望跟恐吓的一种恐怖统治手段 所以我们讲说不管对金正恩大将军来说有新的气象没有错 但是呢从新闻的报道还可以看到传闻中他最亲爱的妹妹也已经突然间嫁人了 大家就要质疑跟这个好奇啊 不能说质疑就要好奇是说到底是谁可以这么硬可以这么大胆 当上金正恩大将军的成龙媚婿啊到底是谁呢 谁既然那么硬 那绝对不是在做了我们这几位 没有那个胆就对了 没有那个胆子 因为今年1月1号的时候那个金正恩他到了那个平壤那边去视察一个预游医院 爱医院 在视察的时候大家除了当然目标就放到金正恩之外 当然 又看到另外一个人 也是大家所瞩目的一个焦点 就他的妹妹叫金宇正 金正恩现在目前是劳动长 劳动长的一个 就是他用自己人嘛 我们先前讲过 中阳会的副部长 对不对 结果呢大家看到后来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妹妹 有没有27岁妹妹 在他的左手的那个无名指上 有那么一个小戒 是有蹊跷 真的就拍到了 看到没有 就在他的手上面 小巧一个戒在这里 这个戒指 我跟你讲 大家看完之后 惊为天人 简直跟发现魔戒一样 因为你带来这边就代表你已经就是有婚嫁了 对不对 大家都打听 就说这个已经结婚了 怎么这么大的事都没有讲 怎么搞的 大家怎么怎么都不知道 就后来发现到 他嫁给谁呢 他就嫁给我们刚刚瑞德春讲那个跳水的那个 最年轻的那个跳水那个 60几岁跳水的那个 他的赤子 他儿子啊 叫崔松 那也是高层联姻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崔松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两个到底批不批配这样子 所以是传闻吗 不管是不是传闻 反正这个戒指已经戴上去了 所以只有他那样肩膀才够硬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是两边的这样子一个联姻之后有没有 就变成增加了一个所谓的权力的一个巩固 这也有这个关联就对了 大家也开始在想说崔龙海本来一度的曾经 大家认为他是不是应该失事了这样 就后来慢慢发现到他还是他所谓的坐稳他的二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最近的话我们常看到他的崔龙海就是代替了金正恩 他到了中国到了南韩到了俄罗斯有没有去做访问 对不对 他去做访问的时候呢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 是不是是不是也慢慢慢慢的开始要成为二号人物 但是呢这个大家都在传闻 如果说今天有没有 这个证实这个戒指 他的那个老公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崔龙海 那如果推测到那边也算合理 不然平常人谁有那个本事敢娶他妹 现在目前就是崔跟金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这叫恐怖平衡就对了 开始合并 合并之后大家又开始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平党的一个政权里面来讲 除了这个男人的天下之外 是不是有女人的势力存在呢 后来之后发觉到的确是有 真的有嘛 为什么因为金与正有没有 我刚刚讲前面接了一个 他们那个所谓劳动党的那个中央委员会的副部长之后 之后呢发觉他跟那个谁 就是金正恩的那个老婆有没有 女学祖走得也很近 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同父异母的一个 另外一个女生有没有 叫金雪松 这三个人现在目前已经叫做 北韩女子三人帮 就是等于说现在北朝鲜最有权力的三个女人 可能就集中在这三个身上 也差不多这样子 那怎么来看的话 不管今天春风海多了不起 还是金家的天下 原来如此好 看完了北朝鲜这么多呢 跟新年开始一开始的新闻呢 稍后片段回来 欢迎看到英国去 英国呢也是他们的王室 最近很头大 而且很罕见的 两度出来否认了一个王子的丑闻 到底有多丑呢 马上回来 好国际大事看到文明古国希腊 在这个国家破产了尊杰 就是节流 省钱 省了快五年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省怕了 现在感觉他们民意的风向 做了一个转变 好像有可能会让这种反对尊杰的 这个政党的人来执政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 以后有钱尽量花吗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会造成欧洲这个地方 在金融上面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还是要问赖教授 目前的两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这个梅克尔 梅克尔他认为说安全 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 这个葡萄牙跟爱尔兰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12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他担心的是说 希腊如果崩解了 退出欧元区 会造成骨牌效应 那这个骨牌效应 就是我们所谓的欧洲五国 就除了希腊以外 还有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跟意大利 如果这五个国家都连带的 这样崩解下去的话 那整个欧元就陷入那种 一种崩 就分散了 对啊 大家都用自己了 然后整个金融体系 信用体系瓦解了 然后这样的情形 就整个欧洲就结束了 但结果其实他 铁娘子不认为不会这样子 可是当时去救希腊的时候 其实是德国人付最多钱 对啊 没错 就是他的纾困案有三波 然后德国是负担最重的 后来才是IMF也进来了 欧洲的纾困基金也进来了 好 但是他们的前提就是说 你希腊必须要想办法 把你的国债 要一直降到欧洲的水准 因为欧洲的水准是说 你的国债不能够超过 你国家的GDP的3% 可是当时希腊是高达12% 意大利 爱尔兰他们都 爱尔兰其实高达35% 意大利10% 所以都已经是超标了 都是破表了就对了 破表 所以他们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对欧洲国家的 这个财政的监督力量不够 因为他们本来要宣布破产 那因为不让他们破产 所以去救他们 那么救他们的时候 就开始要求很多条件了 例如说因为要想办法 要降到5% 所以当时就说你忍耐 你忍耐 你忍耐 我们要先帮你还债 我们帮你还债 那还了以后 但是你的财政 就必须要量入为出 可是我们都知道 以前的希腊人 他们的未来过好日子 对啊 所以呢 日子就是过太好啊 一个公务人员可以做的事 他们有5个公务员 因为一直设公务员嘛 然后就现在就付出代价嘛 对 然后现在要砍公务人员 然后当时的失业率 飙到15% 他们说这是最高峰的 最高峰的一定可以过去 结果在12年的时候 飙到25% 在去年的时候 前年又飙到27% 到目前去年稍微降一点点 可是问题是 所有希腊人的收入 一直在减少 失业率还是很严重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 财务杠杆原理了 例如说政府要扩大公共支出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嘛 好 所以他们的政府 因为严格遵守 这个欧洲的欧盟的规定 这个时候左派出来了 受不了了 左派说不能多在家下去了 已经四年了 我们希腊人已经乖乖的搞四年了 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应该要反对尊杰 好 这个时候 他目前民调最高 所以在这个月25号 选举出来 有可能就不再省钱了 对 一般预估 他会当选 当选以后他很有可能 会有几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 遵守兑现他的竞选诺言 好 这个时候德国人就说了 如果你不再尊杰 那你要退出欧盟区 我们也不反对 也就不管你了 你以后自生自灭了 是吧 可是所有重大的经济学家 包括伯克莱大学的 哈佛的 他们都跳出来讲了 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盟区 很有可能会发生骨牌效应 整个欧盟会进入封击 那就是跟梅克尔的论点 就完全相反了 因为梅克尔他认为说 我已经控制住了 爱尔兰跟葡萄牙 已经不会崩解了 所以他不会产生骨牌效应 所以你希腊退出去 那我可以管控 这是德国总理的看法 可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不这样认为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第二个就是他改变政界 说那我当时是这样竞选 但是我当选以后 那还可以这个样子 选上马上就跳票 第三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坚持 他不再尊杰 然后他要借更多的钱 那怎么办 就负债又回到之前那样子 又一直标高 但是我觉得第三种状态的 可能性是存在 也就是IMF就给你 再更多的钱说 好了 那你前面的债就算了 不要还了 这么好啊 我再给你借钱 不然的话你欧元崩解 那是更可怕的日子 好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在欧洲有可能像希腊 这样为了钱在烦恼 那不同于希腊 在英国堂堂的大英帝国 这几天则是在 为了他们的王子烦恼啊 为什么因而因一些 过去的一些丑闻啊 现在又被吵出来 而且人证啊 指证历历 而且越来越多人指证 让他们是伤透了脑筋 来看这个新闻 王子 惠王子 英国安德鲁王子 与日本皇太子得人 2013年亲切握手 当时安德鲁 以贸易使节的身份 亲善访日 但这一块英国的形象招牌 现在却染上与未成年 发生性关系的 突面新闻 美国一起牵涉到金融大亨 艾浦斯丁的官司 把英国王室也拖下水 艾浦斯丁本人2008年 被控召唤 除计定罪 官司缠送至今 最近又有一名受害者 跳出来指控遭到艾浦斯丁 长破与安德鲁王子发生关系 性招待的次数 多达三次 地点遍及 一美两地 王子接受性招待的报道 一曝光 白金安公立刻罕见大动作 发表声明 表示安德鲁 并非这一起官司的被告 任何影射 王子与未成年人 发生关系的报道 都不是事实 好 丑闻传出来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可真的不得了 王子的生活 原来是这么嗨 但是我们要讲说 这个丑闻到底从何而来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位 现在被用代号 叫做无名氏三号 其实整个美国 英国都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是30岁的 这个女孩子叫罗伯斯 那么30岁的女孩子 罗伯斯 他正式向 这个美国佛罗里达 这个地方法院 提出告诉 他控告谁呢 控告美国的富商 艾浦斯坦 艾浦斯坦是谁呢 艾浦斯坦就是跟英国 目前为止 王室第五审位继承的人 安德鲁王子 很好很好的一个朋友 你就只是朋友而已 朋友而已 对啊 那既然不是告安德鲁王子 那干嘛要牵扯到他了 那既然不是告安德鲁王子 那干嘛造谣骑骗全世界跟法官 对啊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他的共识 或许有一点可信度 真的啊 不会躺这么大浑水 他到底讲了什么 讲了什么 白信汉宫 英国王室罕见的两次 为了这个所谓的绯闻八卦 出来公开曾经说 安德鲁王子绝对没有干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不是本案的被告 那到底干了什么呢 原来这个所谓的这个罗伯斯呢 他直接这个提出告诉控诉 就是说 在他15岁的时候 就被这个负伤啊 那个艾浦斯坦呢 把他养成性奴 什么叫性奴 就是性的奴隶就对了 真的假的啊 对 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像厨迹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可是呢 他除了每次一开始的时候 是每次给他这个性交易的价格 是大概6000块的台币等等 可到后来啊 他竟然把这个 等于说性奴呢 竟然把他当成是一个 跟全世界的政要 然后一个高贝的一个玩具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玩具 所以呢 他自己坦诚嘛 包括其他的有钱人 甚至于包括除了安德鲁王子之外呢 还有一个国家的首相 一个国家的君王 他这样讲报真的假的不知道 不过君王跟首相还没有这个呼之欲出啦 安德鲁王子因为他号称说 因为他被这个负商要求 他招待他三次 还不是一次啊 所以他直接写在这个状子里面啊 你知道吗 说状子里面写了以后 就变成说消息就传出来了 那这三次呢 他继续谜语的说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呢 是他陪这个艾浦斯坦呢 搭乘四任小飞机来到了伦敦 伦敦呢以后呢 先去参加一个舞会party 结果呢就介绍 艾浦斯坦就介绍给他好朋友 安德鲁王子 然后呢 两个人安德鲁王子跟他来跳舞的时候呢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嘛 身材又很好 所以呢 竟然就对他毛手毛脚 他自己自己在这个贡数里面 树状里面这样写的 然后呢 老板就知道说 嗯没有错 他喜欢安德鲁王子 喜欢他 然后就安排到他伦敦当地的一个豪宅 然后到了进了豪宅里以后呢 他把细节描述得太过详细 王子就投降了 王子没有投降 王子叫他先去洗澡 真的啊 不过他要跟他一起洗 根据他的供述里面是这样洗 然后呢 一边洗呢 他还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做了一个 等于说可能要帮他做清洁 脚指甲的一个工作 真的啊 所以他还舔他的脚指头就对了 实相化嘛 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供述跟安德鲁王子 之前的一个前妻 被人家所知道的一个内幕 也是一样 因为他的前妻也喜欢人家舔脚指头 所以他这一点就会让人家连接起来说 会不会真的可能是安德鲁王子干的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呢 他就帮他按摩 按摩以后 当然就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性交易 结果听说这次 因为安德鲁王子非常满意 所以后来这个老板 这个富商呢 安博士顿就给他1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大概快要接近 大概接近50万左右 给他了 然后呢 后来另外一次呢 也是安排在纽约 在这个维京群岛的这个小岛里面呢 分别从事不同的性行为 那其中在维京群岛这里呢 更离谱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他之外 还有另外七个俄罗式的少女 总共八个 那男的只有两个 就是安德鲁王子跟这个艾普斯顿 两个互相就对了 他们在那边干嘛 他当然玩所谓的群居的这个性游戏 他是这样讲的啦 那这三次呢 他把时间地点 那过程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说 前两次呢 他跟安德鲁王子 发生性行为的整个过程呢 他老板伺候的那巨细名义的做笔记 跟他问 问说到底过程是怎样 他怀疑说 他跟我问这个干什么 他怀疑说会不会是要对王室 还是安德鲁王子 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对了 不知道 那安德鲁王子否认 没有这回事 白金汉宫否认 这当然要否认啊 对 可能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20056年的时候 在美国 FBI接过检举 所以其实有去查这个富商 当时查出 大概有40个少女 他怀疑说40个少女 由这个安卜斯顿呢 负责媒介他们去卖赢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提供给这些政商名流 等于说作为一个高贝的一个工具就对了 那其中还有两位 直接给他提出诉讼 那当时这两位呢 后来撤尾的原因是他们和解 可是也因为这个案子呢 最后爱卜斯顿承认 坦诚犯行 主动等于说协商认罪就对了 就承认之前的确有这种事 判了18个月 后来他服刑13个月假释 那后来假释以后 爱卜斯顿 因为爱卜斯顿还跟安德鲁王子呢 曾经在很多的地方出现 然后呢 其实他也曾经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个军主 所以包括美国之前的这个总统呢 克林顿也跟他很熟啦 也搭过他的小飞机 那又被点名就对啦 那到底他讲的内容是怎么样呢 那因为自己本身这个负商 实在是有太多这样的前科 那他结佳的朋友呢 仿佛也有这么多的一个 等于说被查到的事件 比如说安德鲁王子前面被拍到 在游艇上面 跟上空女郎在一起开趴嘛 所以呢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对王室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王室这一次呢 听说已经亲自问过女王很生气 也问过了他的这个儿子 安德鲁王子到底怎么这回事 他一定说没有啊 他一定说没有 所以王室就相信了 所以两次说没有 虽然就怕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啊 在2006年的时候 FBI曾经从这个负商的家里 搜出了两指的针孔摄影机 对准了贵宾的房间 真的假的啊 也在他的电脑里面呢 查到很多未成年少女的裸照 那甚至于有部分的不堪怒目 可能他以偷拍 偷看人家其他的来宾 发生整个性招待的整个过程 为乐 那里面到底有没有安德鲁王子 会不会有一天 那个偷拍的影带 真的就流出来 在英国我不知道 但在台湾就有可能真的流出来了 哎呦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丑闻啊 就看之后会不会爆出来 但我们讲说这个安德鲁王子 刚刚有提到 要当国王顺位还在很后面 但是呢他是英国啊 等于算是呢 二战以后的现代化 在当时他是三十年来 第一个亲自上战场 最前线的一个皇室成员 所以当时他的一个名望呢 他的声望还不输给他的哥哥 查理王子哦 当初他竟然可以这么勇敢 结果现在竟然爆这样的丑闻 是这个故事要讲到1982年 当时英国跟阿根廷呢 为了这个福克兰群岛呢 就发动了战争 那很多的军人都到第一线去 可是呢在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呢 有一个秘密是被保守住的 因为里面有一个人身份非常的特别 他的真实身份呢 只有英国海军总部 还有他们这个所谓 类似像我们国防部的官员 其他人就算知道 也必须要装作不知道 因为这个人身份太特别 他就是安德鲁王子 就是王子 没错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感觉 跟你说王子在我们街上 那不是敌人就光打他 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就对了 所以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你看当时年轻其实还是蛮帅的 而且他是真正的有在出任务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当时我们讲说他在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里面呢 本来是在无敌号这个战舰上面服务 可是他所服务的他也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开这个直升机的 在当时的那个状况之下 其实英国我们讲那个战舰在船上 在海上这个航行的时候 这个航行的时候 最怕什么 最怕被反舰飞弹打 可是在当时那一个技术上面来讲 你知道吗 英国也都觉得说 那你阿根廷如果真的对我们的这个船舰 发射这个反舰飞弹的话 那我们不是会挂掉吗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知道让直升机在这个 让直升机在舰队的这个前面飞 那如果有飞机 发射所谓的飞鱼飞弹的话呢 那我的直升机就充当诱饵 你知道吗 充当诱饵 太直升机去当诱饵 然后这个飞弹就在后面 追着那个直升机 然后等到直升机快不行的时候 再迅速的爬身上去 让那个飞弹的自己去追回掉 可以躲掉就是 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等于那个驾驶是在玩命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段 因为当时安德鲁王子 驾驶的海王式直升机 就负责这样一个任务 而且其实阿根廷曾经有过 成功封锁这个海军舰队的炮卧 然后由他的飞机直接 丢了这个所谓的飞鱼的导弹 让王子去当诱饵 还好那一次的这个状况下 因为王子刚好不在你知道吗 没有出那个任务 可是因为人家是开直升机 那个直升机又不是 只做这个诱饵这个事情 他也要去运送物资 载运人员什么的 所以他其实是真正的 有上过战场的 所以这边看到的是 安德鲁王子在当时 因为亲身领兵到最前线去 受到了肯定 那后来王室成员 我们要说到最近 最近一位亲自上战场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刚刚安德鲁王子 他的侄子 也就是查理王子的小儿子 哈利 而且不一样的是 哈利王子这个更危险 因为他是直接到阿富汗前线 去打塔利班的 所以也让他年少轻狂 一些负面的新闻 也因为他直接到最前线去 成为了国家的英雄 扭转了他的形象 这个是不是更难 所以你看英国皇室的成员 很特别 如果你是在接班梯队 我讲接班梯队 就你很可能继承王会的 那个在前面的几个 你没什么机会上战场的 但是如果你是后面那几个 好像每个英国皇室的男人 都要上战场 这个弄一下 就是晚出生了 我当不了国王 我还要去送死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安德鲁 那一开始人家都以为说 你也是来赌金的 就是到部队里面 混一圈之后 谁敢碰你嘛 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上战场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哈利王子 他就更特别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陆军陆关这个 他们的陆军关像那样比赛 毕业之后呢 本来是挂陆军的少尉 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呢 是排长 那负责指挥一辆 这个装甲的征收车 有11个人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他服务一个几年之后 也不知道是身体好吗 通过体检还是怎么样 他开始去受训 干嘛去开这个所谓的直升机 而且开的是阿帕契的这个直升机 比刚刚那个当把直升机不强 阿帕契是可以攻击的 没有错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当他在这个 因为你一开始受训的时候 是通过很多的训练嘛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间呢 他是做这个阿帕契直升机的副驾驶手 副驾驶手很重要的是什么 他要负责开枪 因为前面的那个驾驶要负责开枪 那就后面那个驾驶手 还负责射击手你知道吗 结果你知道他自己就讲 他说我真的在战场上面 因为他去哪 去阿富汗 他说我真的有对着 所谓的塔利班分子 我有开枪 那人家就说 那你怎么杀 怎么你敢杀人呢 你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第一个 我到那个环境里面去 我就知道我不杀他 他一定会杀我 他不是杀我就是杀我的同胞 所以我一定要 那人家就说 那你这样子操纵飞机什么的 发射都OK 他说OK的 因为我平常会玩 PlayStation跟Xbox 他打电动玩具 他跟我的手机是非常非常OK的 他说我就是这样按 真的是这样按 他真的是受访的时候就这样说 可是我们必须要讲 他也还是蛮厉害的 你知道 因为有人讲说 我刚才强调 有人去当兵是过个水 对不对 就他真的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这个副驾驶手 后来在经过六个小时的飞机训练之后 他取得了阿帕奇直升机正驾驶的那个资格 所以他变得是 所以他今天 其实他心情好 他真的想要开个这个飞机把妹 他就开阿帕奇 他是可以 他有执照的 没错 可是我刚才特别强调 我说像像这种皇室的成员去 你到部队去 说真的 你一定是大家瞩目的 谁敢碰你嘛 哈利王子都曾经遇过问题 他第一次到阿富汗去的时候 他本来预计要待二十周 结果没有想到第十周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英国皇室也会保护这些成员 一定会跟所有的媒体都讲说 你们都知道消息 不好意思 不要说 为什么 为了王子的安全 结果没有想到万恶的美国人 居然有一家媒体就把他披露出来说 哈利王子的家哦 结果不是英国的媒体爆了 英国媒体都很要保护这个王子 是美国的媒体把他爆出来 结果第一次驻守阿富汗的时候 因为这样被迫提前 只驻守十周 本来二十周 十个礼拜就先回国 结果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 塔利班那边就放花 你还敢来啊 你还来 还来 直接讲你再来的话 没关系我炸掉你的飞机 看你多会飞 那这样怎么敢让他去 可是哈利王子 你知道他也很高调 你知道 因为他其他就讲说 没有我就是来服务嘛 所以我第二次再进 该我做的事情 我还是要做 所以这个就是王室的成员 当王子的亲自上战场的一些事迹 但我们讲说 现代的这些王子上战场 必须要保护 因为不是只会在乎他是王室成员 还有可能会因为造成他的同胞的危险 但如果是在中古世纪 古代的这时候的英国呢 王子上战场算什么 国王都要御驾亲征 带兵打仗 战死渣场的事情都有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电影片段 好 其实呢 我们讲说的英国的这个王室 国王带兵到最前线呢 冲锋陷阵 杀敌打仗真的不算稀奇 平常呢 不管什么亚瑟王 刚刚看到理查三世 什么五世的 怎么的例子太多了 今天邱老师要告诉大家 是埃及的例子 同样也是一个王 要御驾亲征 不打不行是吧 没有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英国那个例子的话 我们看到英国王室 他们被保护的情况 意思说这个王子来扶兵的话 尽量消息不要外露 但是告诉各位 这个英国做法的话 是为了保护王室成员 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例子的话 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怎么说啊 故意把消息放出去 让你真的说 王子来这个地方 赶快来打 还有这样子打 还有这个事情 就是要这个王子死就对 王子死在战场上面 但是后来他没死 成为一代的明君 这王子是人缘不好还是什么 不是人缘不好 他的名字的话 叫做图特某是三世 先来认识一下 名字叫图特某是三世 他其实本来的雕像还挺帅的 在现在的埃及的这个路克索博物馆里面 也有两座他的雕像 那这一位这个图特某是三世的话 他为什么说上这场打战呢 这个事情有关于到当时的一个皇室的阴谋 而这个阴谋还挺有趣的 因为最后的结果是 中东那一代人就很悲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讲 他事实上是他的父亲 跟他母亲结婚以后生的长子 那爸爸跟妈妈的话 为什么特别强调呢 因为爸爸跟妈妈其实是兄妹的关系 简单来讲 古埃及的这个法老 娶了自己的妹妹当时的皇后 就是现代是不可以的啦 现在不可以 那以前的话这个西装平常 因为这样才能够确保皇室血统存在性 但是后来 这个过了不久之后 不幸的爸爸死了 那爸爸死了以后 妈妈就继任为下任法老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就是国王的妹妹嘛 对不对 所以妈妈就继任下任法老 而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新任的这个女法老哈谢普叔呢 当时的话 事实上的话这个我觉得晚上空虚寂寞觉得冷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找了好几个朋友来 到家里面暖背这样子的 所以跟我们武则天一样的做法了 所以据说这个一暖背也乐的话 后来妈妈也生了小孩出来了 暖背都会生小孩 当然暖背的话也会生小孩 因为他被盖棉被的话 小孩就生出来了 那生出外游乐的话 后来做一个情况 这个妈妈希望这个新生的小孩子 来当下一任的国王 简单的讲 他即将要失去国王的这个地位 所以他人缘真的不好 不得妈妈宠爱 当时的这个爸爸死了嘛 那个妈妈要改嫁 就这样想 所以他就不得宠爱 那怎么办呢 所以妈妈想个办法 你要他死掉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还不太简单了 要一个王子消失 最好的办法是 让他光荣的战死沙场 所以就想出叫他去打仗这一招 叫他打仗 他只有八岁而已 他还真的去打 八岁的小孩上战场 这个皇后当时的国王啊 就是这个皇后 就是后来的这个女法老 他现在补书 还写封信给最前进的将领 跟他讲说呢 我们要磨见未来的国王 强壮的身体 坚强的抑制 所以请各位记得 他打仗的时候 要让他占第一排 这么狠啊 你要知道以前国王打仗的话 郁家欣真的站后面 他要不要直接 就直接把他给毙了算了 省点事 背了他的话 这个是国王 这个就叫一谋嘛 这个人才八岁而已啊 那他一材话很简单 他说你去打仗的话 必然会死掉嘛 结果没想到 这个王子一出现以后的话 全军大政 就认为这下子的话 这个战场无往不利 埃及帝国的国土因此扩大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作战的话 从八岁整整打到十七岁为止 打了这么多年 打了将近十年战争 都在第一线 都没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过两天打另外回家 跟妈妈结报 妈我有打赢圣战了 这样子啊 那继续往下打下去 这么单纯啊 很简单的是 打仗的话 每次都打赢 妈妈继续往前推 往前推 到这个情况怎么样知道吗 埃及的国土范围 没有东西可以打 他扩展到现在的 这个两河流域地区 伊朗 伊拉克 却被他占领这样子的 你知道后来有个摩西 出过埃及的事情吗 对不对 你知道摩西怎么到埃及去 摩西的族人 怎么到埃及去的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因为他妈妈要他死 他就不肯死这样子的 结果这个战争 整整打了十年 觉得一路了 从埃及出发 越过现在半岛 他是神功护体啊 他不只神功护体 重要的是 他还挺壮的 我们来看这个雕像 其实我蛮喜欢他的 你看那个身材多好 这样子的 这个古埃及的雕像里面 唯一的一个 有六会计的拔佬 就是这一位 你看他的二头肌 三头肌发跃多好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本人 他是真的能够打的 那回去他妈有怎么样吗 他的妈妈 后来 他18岁以后 这个后来没办法嘛 对不对 你仗都全部打名 万名拥戴 所以最后来以后的话 他逼宫 他就让妈妈下台这样子的 那妈妈不得已的话 后来法老位置让给他 他成为下任的法老 途顿孔的三世 后来有个绰号 叫战士法老 因此而得名 所以还真的是想要他死 还死不了的法老 这样的故事 是不是很有趣 但我们讲说历史 这么悠久啊 很多的这个故事 流传下来很有趣 还有很多的这种 古籍古老的建筑 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是不是越古老越值钱 动都不能动呢 但是现在呢 在西欧的国家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都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每一个都是 千百年以上历史的古迹 每一个都不能动 但是钱越来越少 这些古迹要怎么办 有这样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邱老师 是的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一直发生广播 发生在欧洲各个地方 教堂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众 还是人数慢慢变少 之后的话 教堂开始荒芜 怎么会变少呢 这个人数变少的原因 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 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像这个 就是大名鼎鼎的 在苏克兰最近 爱丁的某一个例子 那原本是个教堂 可是后来 因为这个信众变少了 这教堂没有人来了 可是不是叫一段 一直去宣传吗 让大家上教堂吗 可是问题是信众 他的信仰的部分 他的信仰的话 现在开始慢慢信仰 上帝的人可能 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虔诚 不像那么多了 不像那么多 那可能呢 他也自己变成 无神论者这样子的 所以最后的情况是 信仲就无法支持 教堂本身的开支 因为你捐的钱就少了 钱就少了 所以像制作来讲的话 后来他叫凯借成 叫做科学怪人酒吧 这样子的 你说他原本是一个教堂 从信仰上帝的地方 变成科学怪人的 住宅地点这样子 而且到里面去了以后 这个你看到 整个的那个装环格局 还是维持原本教堂的样子 原本的那个玫瑰窗 原本的那个 都爱无论住 只是增添了很多 就是你反正进去 就变酒吧 就变酒吧 这多有特色 那再开下去 不就变夜店 有可能 可是这个情况的话 其实不是只有 在苏格兰的现象而已 告诉各位 其实最惨的情况 现在发生在 现在的荷兰地区 荷兰现在有 1700座的教堂 在现在的统计1700座 但是据说 在四年之内 就收掉700座 为什么 就是一样道理 信徒变少 因为信徒变少了嘛 他们推测了 在十年后的话 会收到1000座教堂左右 那个收掉 就是荒废在那边 就荒废 可是有个问题 就说到这个地方 教堂是古迹 你说吧 对不对 你再荒废一下以后的话 那下个问题是 那这间房子要干什么用 像这个苏格兰吗 就直接租出去 那以后那些店 都只能够租出去了吗 只能租出去啊 一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使用 而且他有开支 要支援这个地方 为什么还要开支 放着都不行 也不能放开他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你屋顶会跨 第二个 玻璃会破 你说太旧的关系吗 对 它太旧的问题 所以它有很多 维修的问题 必须要花费的 而教会本身 他没有办法 支援这个费用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只要想办法 把这个教堂本身 开始租出去 让人家 活用这个地方 这样不会引起 这个反弹吗 信众啊 或者是主教的反弹 是让很多当地军民 马上就变成 因为本来是一个 大家就受洗 小时候受洗的地方 唱圣歌的地方 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唱嗨歌 所以很多人反对说 让如此神圣的地方 变成是一个 世俗的商业地点 但是这个 已经是个趋势了 没办法 实在是千年的古迹 太多了 好像不得已 就必须面对 这样的情况 再来是历史上的今天 就来看看 盛竹如说新闻 也要看的是 在中国非常有名 一代名将的故事 来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 1588年1月5日 明朝抵抗倭寇的大将军 七纪光在这一天辞世 七纪光山东人 是明代一位极为出色的军事将领 最大的攻击 就是在他的领军之下 花费十余年的时间 终于扫平了在中国浙江 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 倭寇之患 而所谓的倭寇 指的就是当时东南沿海 活动十分猖獗的海盗 包括日本海盗在内 七纪光因为平定倭寇 而在历史上享有了崇高的地位 甚至被称为是民族英雄 除此之外 七纪光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对于万里长城的修筑 原来当时的长城 经过了千年的时间 早就变得残破不堪 而七纪光为了防御 蒙古外族的侵略 动用自己的兵力 大规模地修建了长城 立保了京师的安全 现在民众到中国旅游时 特别是北京这个地段的长城 几乎全部都是七纪光 修建后的成果 虽然七纪光对于明朝 有着极大的贡献 但是晚年在宰相张居正去世之后 失去靠山的他 晚景变得十分凄凉 不但家徒四壁 甚至还被自己的老婆给遗弃 一代大将军 最后落了个抑郁而终的下场 历史上太多的人物都是不公平 究竟是做名将好 还是做奸臣好呢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要说有钱人的世界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 寻常百姓可以想象的 特别是对于每天为了生活 在辛苦打拼 然后赚那些微薄薪水的年轻人来说 透过网路的世界很轻松的 就读到一个新闻 又是什么有钱人的富二代富三代 多到金山银山花不完 尽情享受的这种报道之后 情何以堪 难怪有那么多人会仇富 这边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中国啊 我现在就已经闻到一股酸味了 真的吗 我不是酸啊 我是气啊 这个人不只是讲有钱真好 他可以告诉你说 有钱还可以任性 任性 可以任性 怎么样的任性呢 其实前段时间 他不是有一张照片 送出来说 他带了一堆妹妹 也不知道泰国的那个 那个岛上面去玩吗 去玩啊 对 结果呢后面 他是后宫团啊 后宫团 因为那每个妹妹都是他女朋友 这不是历史故事才有的吗 你讲的是现代的事啊 我跟你讲 他的这样子一个壮举 有没有 前两天的时候 他这个生日 他是27岁生日的时候 有没有 他在那个 在海南岛那个地方 这是中国的富二代 没说吧 中国富二代 对啊 他爸爸很有名啊 他爸爸是万达集团的 那个董事长有没有 现在所以不是首富 就是第二富就对了 反正就是最有钱的人 就是他独生子 27岁独生子 你看他 人家生日趴的时候 跟人家不太一样 就所有的钱都是他的 他在他父亲这个集团 在海南岛上面 山崖那个地方 酒店里面 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趴 这个趴里面 第一个 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 韩国的女子团体 什么 请来女子团体啊 Tiara 还有把这个女子表演团体 都已经请到这边来做表演了 不是上电视节目 只是来他的生日趴里 对 而且听说还是坐直升机 把一个给他送过来 坐直升机送过来 怕了没有 怕 什么叫有钱 超怕 这才叫有钱 所以他自己都承认 他很任性 对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次来这边 只要参加他这个生日趴里 有没有 每个人有没有 可以拿到的那个奖品 有什么呢 有iPhone 6 或者是那个什么 那个苹果的电脑 只要来自拍的相机 来参加趴里就有 对 你只要去参加趴里的话 你可能会拿这三种里面的其中的一种 这样子 这家可以这么有钱就是了 人家有钱嘛 对不对 另外的话 再来就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说讲他有后宫团 这次的后宫团也一样没有缺席 除了到了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人的嫩模在那边 所以现场简直是美女如云 他的爸爸 你知道是身价多少吗 不知道 4000多亿的这个台币的身价 哎呦 而且是前任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一个首富 因为现在这个首富已经被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马云有没有打下来了 对啊 所以说非一即二嘛 都是全中国最有钱的人前几名嘛 对 不过呢 他爸爸也蛮 也是这个也蛮厉害的 你知道他讲什么呢 他对于马云有没有 他说我从来没有把马云当成我的竞争对什么 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 虽然有没有 你白钱没他借有没有 但是有没有 我还看不起他那种感觉这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 你看有什么爸爸有没有 当然就会有这种高